贝萨达大家知道这个名字吗 贝萨达和伯鲁赫 贝萨达和伯鲁赫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他们的前身就是KGB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这个这两个是外事处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外事处 也叫第五处的处长和副处长 贝萨达是处长 这个伯鲁赫是副处长 这两个人据听说被普京给软禁了 为什么软禁他们呢 这个第五处啊也叫外事处 原来是干嘛的 原来克格勃时期是专门监视 就是除了俄罗斯之外的 苏联内部的另外那14个 加盟共和国的那个间谍活动的 是一个反间谍的机构啊 那14个加盟共和国是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白俄罗斯 乌克兰 摩尔多瓦 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啊 那14个 后来苏联解体以后 这个机构继续保留 变为什么呢 不是这个这14个加盟共和国的反间谍了 变成了苏联啊 变成了俄罗斯 往这14个 昔日的啊 小兄弟啊 加盟共和国渗透 渗透 搞这个 这次这个乌克兰呢 这个处啊 他们也提供了一些情报 应该是误导了普京啊 他们说你打吧 打过去之后乌克兰人都很欢迎你啊 是吧 他们对这个总统 这个这个泽连斯基啊 支持率 是很低的啊 大概只有20%级啊 对乌克兰政府的支持率 也在2%30%左右啊 对乌克兰军队的支持率 在40%左右啊 你去打吧 打三天左右 整个乌克兰就是我们俄罗斯的了啊 到处都是欢迎的人群 哈哈 结果没想到遭遇了顽强的抵抗 这普京就怒了 说你们这帮孙子给我提供的 这都是假情报啊 误导我呀 你看我现在丢多大人在国际上 是吧 损兵折将 然后国际制裁 是吧 西方国家 是吧 团结一致 空前的团结 然后给给乌克兰的军援 乌克兰人打得非常的顽强啊 不怕牺牲 浴血奋战 是吧 我现在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 完了一生气 给这哥俩给软禁了 啊 下一步有可能找个借口 给这哥俩活埋了 都有可能 是吧 给弄死 啊 不弄死 也得判个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 这都有可能 是吧 好吧 朋友们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谢谢了